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驻上海记者陈静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看两套上海的天价房 说是天价房,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总价是天价 而是他们的单位价格很高 这两套房呢,一套的单位价格是接近14万元人民币每平方米 另外一套呢,则是超过了15万元人民币每平方米 如果换算成新币的话,就相当于是持价一套在2500多元 然后另外一套在2800多元 这样的价格其实在新加坡是可以住到市中心的房子了 那么在这里能住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两套房都位于浦东一所重点中学的学区范围内 也就是俗称的学区房 这个小区的房子建于1980年到1984年间 屋龄都超过30年 面积只有50平方米左右 但就是这样的老破小单位 因为可以究竟分布到名校 价格比周边的非学区房高出近六成 许多屋主长期住在这里 因为子女已经长大 用不到学区名额 所以把房子转卖 中介带我看的第一套房在六层楼 屋主在这里住了将近40年 因为上了年纪要搬到有电梯的楼房 决定卖掉现在的住处 这个单位共有两个房间 其中一个房间配下马路 噪音较大 再加上它是顶楼 更有可能漏水 因此和同等面积的其他单位相比 它的价格较为便宜 第二套房也在六层楼 不过只有一个卧室 面积也相对较小 这套房之前长期出租 所以基本没有怎么装修 但即便是这样简陋的条件 它的价格依然没有打折 听中介说 不少人买学区房 并不是为了自住 只是在这里挂个户口 所以地段才是他们最看重的因素 我原本只打算看两套房子 没有想到在那个中介的坚持之下 我一共看了至少有五套房子 然后就在我以为这个看房之旅 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 当我和那个中介告别往回走的路上 我又被另外一名中介拦截了 这名中介告诉我 小区里有一套房子是他们的独家房源 由于屋主急于出手 价格从740万元一路降到680万元 上海楼市去年回暖 学区房价格半年内大涨40% 今年以来 政府出台了许多降温措施 不久前宣布的教育改革政策 将更多高中招生名额按比例分配到各区 进一步削弱了学区房的优势 不过 只要家长们依然甘愿为子女的教育一致千金 学区房的热潮就不会那么快退去